诶 帅哥 你是几年级的呀 我是高二五班的小易 我想约你和我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气不成 美女 我昨年躲的恨 不是说现在给中小学生减压的吗 还会做不完作业呀 也见呀 实际上还是甜呀 如果感到幸福你走陪陪瘦 如果感到幸福你走多多绝 如果感到幸福的话 你走帅帅你的腿 如果感到幸福你走进个队 海基地拉朗恶够当恶 还是个幼稚儿童 阿玛说哇呀 你将来一定给他上个中天高中 那些学应该一杯起的日上 我算个三还不是学的法 这轻松拿香 好而总是优先的 上个中天都不是好混的 发生浮爽之换个胆形 人背着手吃三月都不灵 总得有此欲问考思 发挥时常得了个零 死大球固承花瓶 甩脚彻地丧生的娱乐功能 走合二到五 汉地和下渡 飞至盘中餐 零零皆辛苦 高中的话很好 因为我们老师说过 高一和高二就是玩 高三才开始 才开始好好复习 那你就完了 电脑游戏 放弃了 电视广播 放弃了 素描书法 放弃了 钢琴吉他 你要放弃吗 对啊 不仅恶唯一的乐趣 就是放学后七个自行车 跟踪一下板块就是这个过程 还得四号一下课后第三答题 第四小题又没有三中解法 回家路上卖上两个烤红烧 还得列个方程计算一下老板的迷远里是多少 他是金专了个一块两毛七分钱 还是没良心一把都专了一块三毛 贝尔尔一三金黄河如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幸福在哪里啊 幸福在哪里 幸福就在我们的作业本里 幸福在哪里啊 幸福在哪里 幸福就在我们的考试权里 我们的考试权里 如果感到幸福你都背背手 如果感到幸福你都做得绝 如果感到幸福利快你都摔着你的腿 如果感到幸福你都亲个顿